我列印出去的话就像这样 就是说这边的话 就是要先给 有点像也是垂直 也是这个这样的形状 只是说换一边而已 那变成前面要加很多空白 十二个十一个一只类推 那如果说我要列印出这样的形状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说 你可能要先输出 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之前 这个前面 所以这一行 这边要多一个 多一个什么 空白的叙述 那这个空白叙述如果说 要十二个空白 十一个空白 那变成说这边 假如说你用刚刚的写法 变成你这边还得再一个for 而且要加两层 哇它太复杂了 所以 可能我们就不要那个方法 不然这个即便做得出来 也自己根本也搞不清楚 也已经超过那个负荷了 所以我们干脆用另外 那在讲这个之前 可能你要学会一招 就是说呢 在Python里面 它每某个字串 如果要输出几次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呢 这边可以改写一下 这边 这个输出几次 假如我改成刚刚讲的 那个方式说 你可以用什么呢 Printer 不用跑回圈 如果你要输出几次的话 你可以先给它一个字串 那字串 特别注意 前面你就是字串 后面的话 理论上字串是不能加点乘除的 但是在Python里面有一个蛮特殊的用法 就是你在字串后面加一个乘号 诶 诶 诶 比如说字串乘应该是什么数字乘吧 诶 可是这边蛮特别的 如果你今天 假如你希望让它乘上几次的话 比如说呢 我把I这个词带到后面 I的词带过来的话 那如果说 以这个回圈来看 它过来第一次是一嘛 它会乘什么 乘一 那字串如果乘一 就是说 它帮我产生一个 如果说呢 它I的词呢 下一个不就二吗 那 那个字串乘二的话 那就是产生两个 意思是复字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以后看到 字串呢 后面加一个乘号 你不要觉得很惊讶 不过这个用法 仅限于Python 如果你在VBA里面 不能这样用 在VBA里面 没有什么字串 还可以加点乘数 没有这回事的 在Python里面 有这种特殊用法 那 不过用的时候 就小心一点 乘上 字串乘上一个 整数 所以以此类推 我们就是 当它输出之后 然后呢 我就让它怎么样 所以其实甚至 让它输出 这个乘几个 所以第一个乘一个 然后输出 然后呢 我后面 基本上就不用 把那个M的符号拿掉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一行这个 就可以拿掉了 这一行把它注解掉了 所以也就是 以前你要写三行的 现在基本上 大概写一行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 它I的词 第一次刚好乘一 你刚好输出一个星号 最后换行 换行换第二个 第二就是 第二个星 两颗星 三颗星 直到十三颗 所以刚好逻辑 而且你会看到 程式变好经典 直接仔细看看 OK 有没有发现 一到十三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写法 当然这种写法的话 这是它的特殊性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看到 字串还可以成的话 你不要觉得很惊讶 OK 这是比较特殊 这有点像帮你复制 帮你重复输出几次的意思 OK 所以这种 如果说这个写法OK的话 那当然如果说 在这个前面 假如要加几个空白的话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如法泡 就是先输出 那个什么 先输出空白 所以我可以 print a空白 好 然后乘上的次数的话 应该跟什么有关呢 乘上 那应该 就是 第一次是十二个空白 十一个空白 越来越少 所以呢 那当然呢 我们如果越来越少 我 当然我不需要再另外重新 产生一个 所以你用 自己可以理解 对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讲 十三 减掉 I 有没有 I的第一次是十二嘛 那十三减掉I刚好十二 那I为二的时候呢 就变十一 越越少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 你希望越来越少的话 你可以用它输出几个 然后呢 把它 不过记得要先把它刮五 它一样会先 先乘 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我们如果说 加减要先优先的话 先加个刮五 那它会先处理这个 处理完十二 帮我先输出十二个空白 然后呢 再输出一个信号 不过因为我 Print本身会多一个Enter 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它应该会 会那个换行之后 多一个这个换行 空白 换行 跑到这边来了 对 所以呢要什么 后面再加一个这个 豆点 把那个换行去掉 这个拿掉 不要换行 把信号放后面 直接输出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OK了 应该可以看懂了 所以呢 如果要以这种 这种形状来看的话 如果你用刚刚的逻辑 两个 曹状回缺的话 可能会太复杂了 所以这种写法的话 那干脆呢 我们就用这种写法好了 所以这边注意哦 你要输出的字串 写在前面 乘上几次 它就输出几个 OK 那前面的话呢 多空白 那就是用十三去减 把它这个换好部分拿掉 不然它会多换好一次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输出 所谓的那个 正向的三角形 前面再多空白 OK 因为我这边的话 那我刚刚是有把这个 在练习之前 你可以把它copy 然后贴 把它写在另外一个 另外的model里 比较安全 不然下一次 你前面的东西不见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呢 如果这个OK的话 你也把它做一个反向 前面再空白 如果你会这一招的话 以后蛮多地方 都蛮好用的 只是说 这个这种用法 它有一点是 Python 的特殊用法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要用的话 这仅限于在Python 里面可以这样用 那如果你在VBA 里面记得 你不要说 我要复制 几次那个某一个字串 复制几次某个字串 那当然你不利用这个方法 那几次的话 恐怕你要想别的方式 一般想到的就是用回圈 那几次固定次数的话 用后回圈 试一下 就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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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